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的主角是一张蓝色的显卡 一张蓝宝石显卡 插电 开机 哟 好家伙 上电了 但是没有完全上电 灯是亮了 但是风扇不转 那毋庸置疑 绝对是Blank 主板是已经跑了亮机代码 屏幕点不亮 也没有卡比啊 直接跳了过去 不论卡吗 这不是又是 这是一张蓝宝石的RX590显卡 经历了两波矿潮的 二潮元老啊 但是城市还是非常的赞啊 城市亮丽 蓝宝石这一批显卡通病就是稍微短路 但是我刚测了一遍稍微都没有短路 组织也都有 也不像是稍保险啊 于是乎先给它拆开来看一下 里面也很干净啊 看着不像是矿卡 一点灰尘都没有 想必卡组平常也是爱护有家呀 已经拆开了 按我平常的规矩呢 先测一下各个供电的对立组织 0.9没短路 VCCDI没短路 显存供电也没短路 几个12V都挨个测量一遍 蓝宝石的这一批卡12V好容易短路 烧MOS管 但是挨个测了一遍也没有短路啊 那起了怪了 哦还有个5V没测 当当当当 5V在这个位置 是有一颗1117的稳压芯片产生 实测呢 输出短路了 而且还是完全短路啊 那不用说肯定是哪个电龙在搞事情了 手电筒大法 火眼睛睛准备 一般像这种电龙短路电龙击窗的基本上目测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但是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前看后看 居然没有找到这颗短路的电龙 哎呀不行了我要瞎了 都没看见啊 还是直接一点吧 来点暴力的手段 我直接给你调个5V 3A的烧机电流 接好了这个烧机线 电源直接给他插上去 瞬间电流就打满了 快速扫描一遍 确定发热点 就在 1117附近 就在这个位置 发热 但是这个热成像的像素不是很高 只能定位到这一块 他也不能定位到某个电龙上面 不过就够了啊 这一块就这么几个电龙 卧槽这么烫 就在这几个电龙这里 挨个拆 先把这两个大的去掉 先拆两个再拆两个 大了两个去掉之后还是短路 那看来不是这两个大电龙在短路 应该是这边上还有两个小滤波电龙 很小的两个 其中有一个小滤波电龙 比历米还小 不仔细看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个电龙 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4个电龙全部取下了 再来测量一遍 好嘛 5伏的组织终于恢复到正常 不短路了 挨个测了一遍 确认是最小的这个电龙短路 击穿了 罪魁祸首就是他 把另外几个误杀的电龙全部都补回去 跟他们没有关系 对 这也是这款显卡的一个通病了 不过 之前碰到的都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在供电芯片的绿波电龙上面 不是5伏的电龙 也是这种小小哥的电龙 真不容易发现 再来上机看一下哦 通电 开机 漂亮 风扇也跟着转了起来 好啊 风扇转好啊 风扇转说明能量机了 进了系统 我们跑个鲁大师看一下 为什么跑鲁大师啊 因为鲁大师用起来比较简单 明了 是吧 他看跑分一目了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瞧不起鲁大师 每次看到我用鲁大师测显卡 就说 这个人一点不懂电脑 竟然还用鲁大师 我以为只有玩游戏才有鄙视链呢 OK 这个跑分也还可以了 接近20万分了 比1060强 但是还没到1070的水平 日常用的话应该是完全OK了 玩玩小游戏之类的 好